討厭機場 冷冷清清 現在要去 準備要登機啦 現在準備要登機啦 討厭機場 討厭機場 冷冷清清 準備要登機啦 都沒有 討厭機場 討厭機場 完全沒有人 今天是 9點55分的飛機 討厭機場 幾乎都沒有人 但應該比之前好很多啦 然後 現在要飛 去哥本哈根 肚子餐廳 游泳 大河 游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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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到伊斯坦報了 然後去轉機了 現在已經到土耳其的機場了 然後等轉機了 等一下轉機完了 是等去哥本哈根的飛機 因為有夠多人的啦 今天不知道 現在感覺好像看起來這邊沒受到什麼理想 不過土耳其這邊 大部分人都還是有 就是戴著口罩 土耳其的機場感覺有秘密 他們這個新啟用的機場感覺比桃園還要大 人超多的啊 人山人海 怎麼人那麼多 這個土耳其的機場好新啊 好那那個 看到這邊的時候其實我已經在那個什麼 我已經在丹麥的公寓了 那之前呢因為那個我轉機的時候出了一點問題啊 就是我在土耳其轉機的時候 我的那個什麼飛機 我錯過我的飛機 就是 因為它那個什麼 它那個螢幕電視牆上面是寫 寫 寫 11點50 然後我想說 11點50應該還是 時間應該很充裕 所以 我大概快11點 我才去 去到那個什麼 去到那個閘門 結果呢 嗯 嗯 結果就是很烏龍的事情 就是說 它 它其實是你 11點50 是 起飛的時間 所以你 10點50你就要在那個閘門等了 然後它頂多可能就是 嗯 等你5分鐘 10分鐘 然後它閘門就關起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土耳其的那個機場 很瞎 然後 就是跟我同樣一起 丟包的那個 的 錯過飛機的旅客 大概就有 那一班飛機 可能就有十幾個人 因為大家都搞不清楚說 他們那個電視牆 寫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 所以就是 這就是這一次那個 飛 從 因為我是來工作嘛 那就是 從 台北 飛到土耳其 轉機 然後 再到 哥本哈根這樣 那 我已經 去公司 工作一兩天了 現在這邊的 啊 環境都還不錯 那 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 之後 我再 拍更多 就是 我在哥本哈根生活的影片這樣 那 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 就是 按讚訂閱分享這樣 那 前陣子都沒有更新 是因為 我去考那個 美國的 電力 註冊工程師的執照 那 順利考過 之後 有機會我再分享 就是 怎麼樣去考 美國的 電力註冊工程師 好 那今天就這樣 掰掰